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老杨的节目 有父母的地方才算有家 父母离去,家便散落了 这句话虽然不是绝对的 但社会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父母过世后,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可能会逐渐减少 甚至完全终端 现年60岁的秦阿姨说 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他和哥哥弟弟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是非常亲密 但也算相互联系 但是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后 他的哥哥和弟弟不仅和他断绝了联系 还到法院起诉他 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和痛苦 秦阿姨自说 前不久,我被哥哥和弟弟告上了法庭 指控我不当得利 收到法院传票时,我非常惊讶 我万万没有想到哥哥和弟弟会这样做 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这起诉讼的起因,是因为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 当初,父母在哥哥和弟弟面前说 这套房产在他们去世后会由我一个人继承 父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重病期间我一个人照顾了他们 而哥哥和弟弟从未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当时,哥哥和弟弟没有反对防诊分配方案 但是,父母去世后,他们却假装不知道这个协议 强迫我搬出父母的房子 十年前,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晚期 当时我刚刚退休 哥哥和弟弟忙于工作,无暇顾及父亲 为了方便照顾父亲 我只得搬到父母家里居住 但是这样让我的丈夫很不开心 他常常抱怨我不在家,让他感到很孤独 为了维护婚姻 我跟哥哥和弟弟商量 一起出钱顾保姆来照顾父亲 这样我就能回家跟丈夫一起生活 可是哥哥和弟弟不同意出钱顾保姆 认为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照顾父亲 他们安慰我说 我和丈夫感情深厚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离婚 我只好继续照顾父亲 而最终我的丈夫则因为寂寞而出轨 我的老公将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外遇身上 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事 他利用多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喜欢的男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呢 于是他天天逼着我的老公离婚 与他组成新的家庭 在那个女人的逼迫下 我的老公以夫妻二人长期分居 感情已经破裂为理由 提出了离婚 我不同意离婚 但他却天天到我的父母家里闹事 让我父母无法得到休息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老公有外遇 我以为他只是一时冲动 跟我赌气而已 等到他冷静下来 就会自然而然地跟我复婚 所以我答应了他提出的离婚要求 我们住的房子是公婆留下的遗产 家里的积蓄只有18万元 在分配财产时 老公说房子肯定不能归我所有 而家里的积蓄他可以全部给我 我觉得这个分配方案还可以接受 于是就按照他的说法签署了离婚协议 然而我们离婚的第二个月 老公就和那个离异的女人结婚了 让他搬进了我曾经的家里 我女儿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自从那个女人和我前夫住在一起之后 我的女儿就再也没有住在那个家里 她很快和男友结婚了 离开了那个家 当女儿亲口告诉我前夫再婚的消息时 我彻底傻掉了 我从未想过在这个年纪会失去一切 对于未来 我感到非常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我的退休金每月只有三千一百元 这点钱根本不够我租房子 在我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家里 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了 我该去哪里住呢 正当我为此烦恼的时候 我的一个老同学知道了我的遭遇 主动向我伸出了援手 他早年丧偶 一个人过了很多年 他坦诚地告诉我 他很喜欢我 如果我愿意 他愿意和我结婚 安排好我的余生 这位老同学是单位的领导 收入很高 如果我和他结婚 我的日子肯定不会过得太差 我认为 这是改变命运的好机会 我不能错过 于是我又打电话给哥哥和弟弟 提出雇佣保姆照顾父母 但是他们仍然不同意雇佣保姆 认为现在的保姆不仅要价高 而且不愿意认真工作 还会隔三差五地请假 非常麻烦 为了让我留下来 哥哥和弟弟主动提出 只要我愿意照顾父母到他们百年 他们就自愿放弃父母的遗产 无论父母有多少财产 都将由我一个人继承 因为哥哥和弟弟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决定留下来照顾父母 拒绝了老同学的求婚 其实我并没有多少爱意 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地方住 我也不会答应他 在父亲患癌的那几年 我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他大小便都需要我和母亲伺候 幸好有母亲帮忙 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尽管有母亲帮忙 我仍然被父亲磨得够呛 父亲到了生命的中末期 由于剧烈的疼痛 他总是不停地大呼小叫 不分白天和黑夜 尽管给父亲服用了阵痛药 他仍然难以忍受癌痛 看着父亲难受的样子 我的心里也很不好过 没日没夜地照顾着他 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父亲吃不进去算 我就想尽各种办法 给他补出营养 我将蔬菜和肉类打成糊状 喂给他吃 尽管每次他只能吃上两三口 我也依然没有放弃 在父亲临终前的三个月时间里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加起来 绝对不超过三个小时 由于过度劳累 我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身体变得极度衰弱 父亲去世后不久 母亲突然发生心梗 从此彻底瘫痪在床 在母亲六年的瘫痪期间 我一直独自照顾他 哥哥和弟弟只在节假日时 偶尔来看看 吃完饭就匆匆离去 像是来访的客人一样 在母亲瘫痪的第六年 他病情恶化离世了 母亲去世让我悲痛欲绝 每每想起他被疾病折磨的情景 我就会伤心的流泪不止 在母亲的葬礼上 我痛哭流涕 而哥哥和弟弟却显得极其冷漠 他们只顾着收分子钱 对其他的事情莫不关心 母亲的丧葬费用 也被哥哥和弟弟拿走了 虽然我并没有反对 我们都是亲人 不需要太过计较 但是哥哥和弟弟却越来越肆无忌惮 没多久 他们就要求我搬出父母的家 我很惊讶 问他们 我凭什么搬出去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我照顾父母终老 父母的房产就由我一个人继承吗 哥哥和弟弟却否认了这个协议 他们说 我在父母的家里住了十年 拿走了父母的退休金 这么多年 我一直靠父母的钱 如果我还要霸占他们的房产 就太缺乏良心 我感到非常愤怒 因为我的哥哥和弟弟竟然颠倒黑白 我们的父母退休得很早 他们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 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支付生活费和医药费 我的退休金大部分贡献给了他们 我不停地解释 但哥哥和弟弟仍然坚持让我搬走 甚至威胁要将我告上法庭 尽管我认为他们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我会真的这么做 但我也不得不开始考虑离开的可能性 我们是统一血脉 打断骨都连着筋 他们怎么可能舍得把我赶走呢 但是事实上 千景有时候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强大 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没过多久 我就收到了法院传票 哥哥和弟弟指控我霸占父母的房产 命令我选择一个日期搬走 因为父母没有留下一注 所以我们之间的口头承诺没有法律效率 法院判定 父母的房产应该由我和哥哥弟弟三人共同继承 如果我要继续住在这里 就必须用现金向哥哥和弟弟赔偿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给哥哥和弟弟呢 我实在是无奈之下 只好办理父母的房子 租了一间城中村的房子住 没过多久 哥哥和弟弟就卖掉了父母的房子 而我只分得了三分之一的卖方款 他们在别人面前说着好听的话 说是因为可怜我才给我这三分之一 因为财产都是传儿不传语的 如果不是他们可怜我 我什么都拿不到 哥哥和弟弟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我 我实在想不到 我为了照顾父母十年 支持他们的工作 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如果当初我很心一点 和哥哥弟弟共同承担照顾父母的义务 我也不至于成为现在这个失婚的女人 连一点家业都没有 十年的付出 却换来了亲哥和亲弟的反目成仇 想想就让我觉得很不值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不经历一些事情 永远无法看清人心 父母去世之后 我才发现 亲情也是如此现实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